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大家好 我是柳母 还有感谢 今天主题要来跟大家聊聊面白成立以前的生活啊 生活啊 对啊 你们在成立面白之前在干什么呢 在鱼蹦新夜 阿亮是吗 阿亮结束鱼蹦新夜就来面白了吗 没有吧 我离开鱼蹦新夜之后先跟西锥做了一下音乐 对对对 然后去找云轩 没有没有 是先加入面白才去 我们住一起之后才去找云轩的 真的哦 对对对 那很久以前 还没住一起之前就是先做音乐 然后他们在拍搞笑救星 对 是吧 应该是说整个时间走势 我跟耿贤先离开鱼蹦 之后跟牧生先弄直男生衣 没错 对 然后弄完之后 他本来就在上班了 然后我就去当业务工作 然后过了两年之后 存到一些钱之后 才发现你要从鱼蹦出来 然后就觉得 那我们三个好像可以搞一档 可是这个时候牧生在干嘛 就是洗吧完了之后你在干嘛 就是洗吧只是一个副业 副业 就是有没有洗吧你都一直在演吧 都一直在演 对啊 因为我从20岁就进入屏风表演班 你那个时候演的频率大概是多少 一个月一出 应该是说大戏的话 这种大剧团通常他就是一整年 就会两出大戏 上半年一出下半年一出 中间会有一些小戏 所以大概就是每年固定这样子 也是一个礼拜要演一个戏这样子 对对对 只是到了后期是有点 都是接得很满 就是各个剧团都接 然后塞塞塞塞 一直塞这样子 那时候接那么满 原因是为了要让七大郎撑下去 还是也没有就单纯就是 就是需要钱 对 也一方面也是要让七大郎撑下去 因为我不 我如果不那样子弄的话 我就是一个像镜儿一样的老板 没在记账啊 没有在记账的 对啊像你们那时候来演 我那时候不是跟你 就是先跟你聊 然后说什么 你们才六百块 对对对 然后我就想说一定要给你们一万 一万对对对 然后那个演出都赔钱 因为我不是还付餐啊 对对对 我就是那种歌姓 哇 然后自己都没有拿钱 然后就是全部 一直一直弄 对 一直喷钱 在燃烧热情 就是一直想说 这个副业一定要想办法 把它弄起来弄起来 最后是真的是 掏空了我的一切 那时候你的副业 对于副业期待是 希望它能成为被动收入吗 对就是希望 我今天去演出 演完之后我回到电影 电影很热闹 然后我只要来做公关 哎你好你好 结果每次去电影都没人 哈哈哈哈 然后我就开始在那边打扫啊 就喝酒啊 在门口唱歌啊 对对对 就什么都做啊 还摆摊 在门口摆摊 然后弄什么表演啊 然后设飞镖啊 就一直加一直加 然后还有卖臭豆腐 就弄不起来 那时候 那如果硬要讲你 舞台剧生涯一面 那一年是让你最印象深刻的吗 就是你要弄电 然后再加上排很满的舞台剧 对那一年是印象深刻 是因为 因为舞台剧刚好最好的一年 哦真的 就是因为我那时候 三个诸葛亮 光三个诸葛亮 在星光山越 那一个月 就演二十几场 对 就是那个时候 第一次看沐生演出 那个很扯 飞来飞去的那个 对对对 飞来飞去是三人行不行 那个也有 三人行不行 那可是也是在百货 对也是在星光山越 都有 都有 就是所以那一年很 很满 才决定要开店 就想说 以后 可能如果没那么旺 我还有一间店在后面 做一个被动收入 趁我现在有资金的时候 渣渣渣这样 就反而是一个被动支出 超级 躺在那边都可以收钱 有那种一天才七十块 就有一个外国人去 来买一杯饮料 绿茶这样 营收七十块 晚上 那边应该没有两万的 而且因为我们那时候还 就想说要增加那个 士林夜市的友善 因为都会有 有那种士林 厕所吧 对对 什么友善厕所 友善充电 就真的人 都进来上厕所跟充电而已 什么都没在消费 不会不好意思 很多人都 因为夜市很多那种 外国或是大陆客 他们根本就不在意 你说友善我就来 对对对 然后我就会拿东西 要不要点个吃 刚都吃饱了 因为我们那算是夜市的尾巴了 所以逛到那里的时候 通常你已经吃饱喝饱了 那时候你有正在演出的当下 还在烦恼说 哇怎么办 下个月的薪水 或下个月房租 不知道怎么来 那阵子就是一直在 那有因为这样子的失眠吗 失 应该是说 因为我每天都把自己灌醉 所以没有失眠 好伤心喔 或是有时候就睡在店里了这样 然后隔天早上起床 然后隔天早上起床 再去演出这样 对 或是排戏 因为我们自己我印象当中 看过沐森有史以来 最憔悴的一次是在 搞笑者 当导演那一次 那一次我印象非常深刻就是 那一次 你好像不是陌生 就你好像是另外一个人格 就你整个人瘦到脸颊都凹陷 然后整个人就是很虚弱这样 没有任何笑容 那时候排戏 根本吃不下饭 大家去放饭的时候 我就是还想 什么Q点 什么什么 然后我觉得最难的是 演员的表演 我没办法 我不懂怎么调整他们的表演 到我想要的那个样子 你知道怎么演 但你没办法 就是如果八个人都是我 干我就会 我觉得那个戏就会 很好看 可是问题是 有时候花很多时间跟他们沟通完 也是没有什么效果 他们是听了 然后没有表演 没有要照演 还是听完了自信不到 对也有 甚至是我有那种 回到家 就是你们来看完首演之后 我回到家 我一直都没有 就是不知道怎么办 一直坐坐坐 就是呆坐在我的书桌前面 然后坐到两点之后 我决定开始给笔记 然后我就用YouTube录 录笔记 录了两个多小时 然后传给他们 哇塞 你自己演给他们看 我就是每一个点 我就打开一页一页 这页然后什么什么 然后这边呢 如果东一 你这边可以怎么样 然后什么 就全部 结果他们有做到吗 隔天 可能录太长 没有看 没有办法 我不知道啊 就是你们无从验 好无能为力哦 对 看那个观看 应该是一开始 然后就往下滑 只看零分十秒 而且因为我觉得 演员们都本来就有自己的习性 所以你更难去调整他们的 尤其是一些比较资深的啊 对 他本来表演就有他的习惯 你没办法像舞台剧演员这样去 摩裂 所以那个真的是力不从心啊 不过很不像你会做的事 这样和主动 然后给笔记 然后去录这些东西 然后要大家去做 对 真的太消耗了 所以才会看到你样子的 那时候的无能为力 跟喜爸的无能为力 哪一个比较无能为力 还是 如果是这样比较起来 我会觉得搞笑者们的 我会比较无能为力 真的哦 因为其实我自己是有兴趣的 可是我觉得这些子弹不适合我 哦 就是尤其是其实在前一年 我们有一些演员有 蛮有化学变化的 那一年我就 他们就已经准备要让我当 讨演 结果下一年合作的演员 都是我比较没有火花 留下来 还特地找了新演员进来 对 然后都是我 就是一切都不适合啊 我没有给一个最强 就是制作团队 没有给我一个最强烈的push 就是把我丢到那里面去 啊两个董学都离开了 对 然后什么大根什么都 就是我 你很爽的 比较有化学反应的人 全部都被换掉 那哪一届有谁啊 那哪一届有谁啊 那一届有谁啊 豪小牌眼 豪小 对第一次豪小牌眼 我知道豪小牌眼 豪平 对 大天 大天 吴尊 吴尊 立东 立东 然后纳豆哥 哦 我这样子是不是就等到你说 他们没有什么化学反应 对啊 这段剪掉 可是不是啊 就是 不是他们不好 只是跟牧生没有化学反应 对 只是跟牧生不适合 反应不起来 并不是他们不好 对啊 像MBA有时候组超级强队 也会打超烂 对 三聚同合起来没办法打 化学效应 因为他们是不是比较偏电视 电视的 不是说他们表演不好 而是他们是属于电视型的表演 然后你是舞台剧出身的 所以舞台剧型的表演 跟电视剧型的表演 可能会 完全不一样 不晓得该怎么给笔记 完全不知道该怎么给 应该是说给了 他们也没有办法吸收进来 对啊 会觉得不太知道你在讲什么 甚至到最后 开眼前 我是 我来去求Sandy姐 我跟Sandy姐说 纳豆哥那一部分 麻烦你帮我 因为我不知道 我还能怎么做 就是我不知道我还有 我还能怎么调整 所以后面有一小段 就是纳豆哥主要的那一个 都是Sandy姐帮我 调她的表演 所以那次搞笑者 演了几场 到第几场才让你觉得 好像有上在轨道上 演完之后 就是有上轨道 可是他都翘一个轮子 运上轨道 运上轨道 很危险 很危险 而且那一次是不是整个就 搞笑者们就结束了 对 因为搞笑者们 其实坦白讲 我们面白刚成立的2019年 其实那一年就发生了很多事情 那一年就第一个 愚蹦解散 第二个 搞笑者演最后一次 就6.0 他演6.0 那一次是我们2019年 面白刚成立的时候 我们是受邀吗 好像应该是受邀 然后去看演出的 所以2019年对我来讲会有一种 真的是一个时代的更迭 就我2013年参与的东西 然后没想到2019年的时候 就整个换一批 就搞笑者也没有 然后欲梦也没有 改朝换代的感觉 对 然后如雨后春笋般的 就像单口的什么伯恩 夜夜秀 开始在2019年的时候开始做起来 我觉得那个 时期是我觉得最有感 就是觉得说 真的有感受到新陈代谢的感觉 身体 整个台湾的艺术圈新陈代谢 对 会觉得全部变了 完全改变了 真的 直到现在 有第二次的新陈代谢吗 是时候了吗 是时候 那我们是被 要被代谢掉 对 很危险 怎么烂身体 我们是新陈 我们要代谢别人 好 对 好不好 好 所以我们其实就是 直男生一结束之后 我们就各自去做工作 其实那时候 我不晓得有没有在Podcast讲过 我是放弃搞笑的 那时候 我做完直男生 完全没有想要再 对 没有想要再做 我有讲过吗 在Podcast有讲过 我以为是那个 搞笑者 搞笑者 然后柯南那一部 柯南那一部也是 他跟我说 做最后一次完美的搞笑给你们 对 那时候我跟他讲 那一次就是决定要离开雨泵的时候 已经离开了 已经离开了 然后因为3.0是 渝凤那时期签的约 我现在要把这个 最后的代程 对对对给走 走完 然后就写出了蹦恰 我就觉得 这可能是我这辈子 写的最后一个短句 最后一舞 对对对 但是恶魔说是他写的 对对恶魔说是他写的 吃屎吧 特定恶魔哥没有在听吗 真的没有 但我记得蹦恰那时候 真的是超赞 对那时候 其实在成段的时候 我有一种 对他笑爆了 对对对 然后无尊也笑爆了 然后就觉得 搞笑之路 在这边画下一个据点 好像也不错 在高峰停下 对对对 而且我记得那时候 第一排就会 你会听到 观众笑到一直跺地板 对对对 那时候真的很爽 好厉害 就那时候真的蛮爽的 然后结束之后 你才问直男生 那直男生 其实就三个一起做 但其实做完那时候 其实为什么没有继续做下去 也是因为我那时候应征到了业务工作 对然后就想说好吧 那确实就因为应征到了 那我就先去业务工作那边试试看 其实那时候刚开始做的时候 我其实已经心中已经打定了 好像搞笑或演绎这条路 真的是已经离我遥远 就觉得我可能这辈子再也不会捧 然后那时候我刚好是一个满30岁的阶段 满30岁就人家就觉得说好像你 你应该认真做一个 对对对就要开始 你该玩的也玩够了吧 你开始要认真面对到你的人生 然后充斥的都是这种声音 然后就真的认认真正去 做个业务做两年这样 结果呢 结果呢 还不是跑回来了 纯纯欲动的 骗子 搞笑基因 后来怎么跑回来的 后来会觉得说 业务做了两年之后 那时候是第一个念头是想要换工作 想要换业务工作 就是还是可以做这个工作 但是想要换看看领域 因为毕竟在那个公司待了两三年 也觉得好像 该跳到其他领域去看看 然后那时候就是刚好也聊到说 阿念要出来了 出来说 那我就可以 关你什么事 我出来关你什么事 不错啊 你不是不做搞笑了吗 那个时候 不错啊 然后我就想说 好吧 那就试试看用薪资单 有没有办法诱惑你 可是不做搞笑 为什么要诱惑他 你那个念头到底是什么时候 念头哪 不然来做做搞笑了 不然来做做搞笑 你只是想要换工作而已 对 像我之前就 我大学大一的时候是 去考到那个宗教系 就我纯粹只是为了 能上大学有个文凭 可是我忽然又很想演舞台剧 就是因为我回到台北 然后去看戏的时候 燃起那个干不行 我一定要回去演戏 那种感觉 就是会有那种点 那我觉得 一刚才在业务工作 我燃起的是 好想创业啊 那时候是先燃起创业的心 就觉得来创业 好像我有业务经验 然后来创业 好像还蛮适合的 所以做什么都可以吗 然后做什么都可以的 情况下我就开始想到 一定是跟自己的兴趣结合 自己做起来一定比较开心 然后那时候 我的业务工作 都是专门谈case的 就是case by case 然后针对每一个客户 去做客制化的服务 跟设计跟需求 然后就觉得 我们以前在鱼凤的时候 也接很多商业案子 都要帮那些客户 什么写段子 写什么记者会 什么 然后觉得 那既然我学到 接case的能力 为什么搞笑这件事 也没办法 用接case的方式去做呢 然后在接case 可能在还不稳定的情况下 我们也可以自己做 就是不仅有 可以自办演出 然后又可以接case 然后就觉得 这个好像是一个 不错的创业题目 然后再加上 让我又很有兴趣 创业这件事 然后就觉得 我就开始找他聊 然后他聊他就说 他其实 那时候也是做海大 也做的已经有点末期 就是属于对海大工作 一点兴趣都没有 他就说 好 既然这样的话 我们就先拍影片 因为那时候YouTube 算蛮盛行的 就自己拍影片 然后我们就想说 好 那我们两个就先拍影片 然后拍影片的过程当中 好像也拍一段时间 那时候不是还有一个时期 是在又又家 拍的那种前几支的影片 都在又又家拍 什么鬼片啊 什么什么的 什么 有人问说 那个场景到底是在谁的 租物处还是哪里 对 我都不好意思讲 是在我那边 对对对 是在又又那边 然后就拍拍拍 其实拍到后面也会觉得 还是想要演现场 就是不太想要对机器演戏 就是想要演现场 然后就得知 阿亮就开始就出来了 嗯 出来之后 出狱了 出狱了 那时候一直觉得 我们两个人没办法做一档戏 就至少要三个人 所以那时候 直男生一才会是三个人 然后觉得 他出来了 至少就有三个人就可以做了 然后我们就去找他 然后那时候他已经 跟西追已经开始在 有接触 然后在用音乐的事情 然后西追也对搞笑 非常非常有兴趣 他当初觉得 在渔凤的时候 他如果要跟一个人创业 他会选耿贤 他曾经说过 以后一定是我跟耿贤出去创业 真的喔 他有说过 为什么不带上你 他跟我讲的 他说如果我们几个要出去的话 一定就是耿贤 为什么 因为耿贤写了所有渔凤剧本 对啊 就是他们说我们都还在渔凤的时候 对对对 还在渔凤的时候 这个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 他没有跟我讲过 他只跟你借了八千块而已 创业基金 对 然后就觉得 你出来了 然后那时候西追也对搞笑有兴趣 然后就很有热忱 他就觉得说 西追那时候说 我可以编作音乐的事业 就那时候你们在教人家饶舌 作词作曲 然后编作搞笑 他觉得两条路应该可以并进这样子 然后我们就 哎好啊 就反正现在就大家开始准备以 现场演出为一个目标 然后我们就开始合拍影片 所以那时候的影片都会是 搞笑救星成一过敏人人 或过敏人人成一搞笑救星 就有点像两个YouTuber互相fit 然后你顺便把以前 愚梦看过我们的观众 在网路上先聚集起来 然后聚集了大概 我记得好像在半年吧 就开始认真觉得说 今年好像该办一场 呃现场演出 然后才有直男生二 对 那时候住一起了吗 还没还没 都还没 我记得住一起是 直男生二之后 对对对对 哦 因为那时候我记得排练 我们不是在国库经验馆吗 就一直在找寻其他地方 然后我还记得 以前只要讨论段子 都是趁我们大家下班的时候 去国库经验馆 呃不是国库经验 延级街附近的 先去吃饭 先去吃港式 茶水滩 哦对对对对对 有SOP哦 对有SOP 每次都去先去吃茶水滩 因为我的前公司 就是我当夜温的公司 就在 就在那附近 哦 隔一条巷子而已 茶水滩没错 然后四个人就会边吃饭 然后就边聊 然后聊完之后 然后又出去 然后你们两个抽烟 然后我们就在门口 又聊一阵子之后 才会去网咖 呃 才会去网咖 把刚刚聊的东西都写下来 对 有一个那个 撞到人要说对不起 撞到人不会说对不起哦 这一支我就是 在茶水滩 给他们看这个构想的 哦 那过很久才拍 对啊对啊 那时候就是 有idea互相讨论 只是要真正 开始拍实行 就很久了 嗯 因为那时候真的是 没有任何资源 也不晓得该怎么 去去着手这件事 对 然后后来我们四个就是 呃 变成是 以后都在网咖 讨论段子 对 就很长就是 最长去的应该是 ZARA楼上的那一间网咖 Q time 对对Q time 然后一进去 对 就说我们要开四台 旁边都在 干上路啊 走啊 这时候我们 哈哈哈哈 这个都是 超级奇怪的组合 然后那边都是那种 呃 那边的旅馆 全部都是底下夜店 然后带妹子上去 睡觉的地方 哦 对 然后我们就常常就看到 受诱惑 完全不受诱惑 不受诱惑 我们也带不走 我们那时候超挫的 哦对 很挫 然后那时候就觉得 啊Q time很棒耶 还有饮料喝到饱啊 然后什么 还有杂志啊什么 他是有小包厢的吗 其实都是公开的 就是他只是那一个 四个位置给你 也是有小包厢 别人看得到你 只是没有四个人的小包厢 对四个人小包厢太少了 然后通常都是那种 呃外面 然后就例如说 哦那一区有四个位置 然后就那一区 我记得那个包厢 对对对对 有个超大的桌子 我们不是住在那边看票房吗 哦对对对对 那个不是ZARA那一间 哦那是世民大道那一间 哦对对地下室那一间 对然后我们就是 因为都没住在一起嘛 所以都只能在网咖讨论段子 然后就这样 然后排练也不晓得去哪里排练 所以就去什么国父纪念馆啊 就是去那种人家在练热舞的地方 哦 然后就人家在镜子 都是穿辣妹装 然后那边练热舞 就说我们那边 学校的篮球场 就像这样 对 人家觉得我们是神经病吧 一直在那边自言自语 还不错耶 对 那个时候 然后演完直男生二之后 好像是你提议了对不对 还是谁提议了 提议说要住一起 你的提议 不是我就是西追吧 哦 因为那时候我就是 住基隆 我是住最远的 董轩那时候住内湖 然后阿亮住大安区 新一区 新一区 然后西追住哪里 卢州吗 对他住卢州 就只有我住基隆 那时候我都是 白天通行做科运到 先骑车到基隆火车站 然后再做科运到公司上班 然后就等下班 等大家一起开会 然后再做末班的科运回去 哇 末班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那时候工作室 会选在国父纪念馆 因为其实那边很多回忆 可是我们先住南港 因为那个时候国父纪念馆 我们住不起 那时候我跟西追阿亮 就是到处看房子 又离捷运站近 然后又便宜又大的 就只有在南港 而且不是南港捷运站附近 是在那个旧庄 小巷子里面 很靠近研究院路那边 就在那个中研院旁边 那时候我记得我跟他这样去 然后第一次我跟他去吃了一间 那个 咖喱饺吗 对对对 去一间咖喱 印度人开的餐厅 印度餐厅 然后我们点了餐之后 他就一直跟我们说 咖喱饺 怎么样 要吃咖喱饺吗 我们说我们不要 没有 我们一开始说不要 他说没关系 就是咖喱饺好吃的 然后我们就觉得 你要请客 好那就吃啊 然后就给我们吃咖喱饺 那也不难吃也不好吃 就一般般 然后最后账单出在里面 超贵 我记得超贵的 真的哦 八百多块吧 那个咖喱饺 他一直说 还是我给你一个咖喱饺 对对对 你不是给我吧 我只摔在账单里 还是我给你一个咖喱饺 那满怀你那个咖喱饺 对 蛮有趣的 而且旧庄其实 大家这样听好像没什么 他离南港展览馆捷运站 你还要骑摩托车 将近十分钟才会到 好久 是骑摩托车 不是走路哦 超级偏僻 超级偏僻 然后那 我有去过那里 你有去过吗 厨房 还要下去一间 然后厨房 地板感觉是很室外的地板 对对对 你有去过 有去过 那边很难停车 对对对 那时候我还跟你们 我整理好久 拍一个片 然后后来没有上 对 他在地上走的那个 对对对 什么 业务 然后什么 就是 就在那个家旁边拍 就是 董轩是老板 然后在 然后我们上个是业务 然后在 搞每个人 对 然后轮到牧生的时候 就拍牧生 很辛苦的回忆 对 然后董轩还是给奥哈说 你业绩是这么差 什么 对 想起来 他走那个楼梯嘛 对对对 然后再发传单 然后 然后 然后细碎不打 他就砸在细碎背上 为什么不上啊 那时候没上 我记得上过 有上 但反应很差 就把他下架了 对 啊 频道里面还找得到吗 找不到 我们把它隐藏起来 不知道是隐藏 还是删掉 对 如果是隐藏的话 可能还找得到 面白还是 面白 然后牧生最后 好像是 啊 那个 哈哈 我只记得我爬过马路这样 对 其他我都忘记了 那时候好像是为了 直男生三拍的 对对对 就是直男生三 你是嘉宾 然后我们为了宣传说 有这个嘉宾 然后我们就先拍一支影片 对 因为我们那时候拍影片 不像现在 就是一个礼拜固定 可以产一支 没有我们那时候 大家都在上班 你要拍影片 就只能假日 然后假日前 你还要一大堆 准备事前工作啊 然后拍影片的道具啊 什么全部都要弄好 最近那时候 非常的客难 对 然后又在旧装 这样去 乘过来了 难怪你们那时候 对国父健康馆 会念念不忘 因为那时候 我记得 西锥啊 还是 一直说 如果能够坐在 国父健康馆就好 他觉得一出去 然后什么 每个都那种 时尚潮流 他觉得吸收那些能量 感觉面白 可以再往上一层 对 所以那时候 下一个点 就往国父健康馆那边去找 看房子 就是都看那一区的 没有 一刚开始 我记得是你们看到 松山区 还是那个 小区在那边 然后有一次也找我去看 因为那时候 我就一直处于摇摆不定 就是到底有没有 跟他们住在一起的阶段 后来被他们说服 说好了 那就四个一起住 那四个一起住 第一个点 是去看那个 松江南京那边 有一个小巨蛋 的一间 好像那种 四五十年的老房子 然后里面的 那个装潢都超旧 我有去吗 你有去 四个 然后跟着一个房仲 我不晓得 你还没印象 然后我现在脑袋 有一个画面 但不知道是不是你说那件 然后对方那个房东 就超窄的 就是什么 一直说什么 我们还有另外一个人在抢这个物件 你们要赶快做决定 画素 完全没印象 对 然后就一直问我们说 你们是做什么工作的 你们可以租的 起这个房子 为什么四个人要一起租 你们是在做什么的 就是一直问 一直问 然后一直说 我们还没有决定要租给你们 我们要先筛选过所有的房客 再做决定 对 我记得那时候印象非常深刻 可是你们都还蛮喜欢的 那时候觉得 这个价格好像住在这边 蛮划算 然后刚好四间房 因为那时候四房的物件非常难找 就是四 因为通常都什么三房两厅 两房一厅 不会有什么四房 两厅的 的这种物件 那还有电梯吗 没有 有点忘记了 对 然后后来 我就在591上找到一个 超出我们的预算 但是 我一看那个画面 我觉得如果他现场长这样 我一定会 觉得就是他了 然后 我就赶快约这一间 然后我们四个一去看 然后那时候一打开门 真的不夸张 那时候就是 就是这一间了 东区那间吗 对对对 我没去吧 你有去啊 我没去啦 我是后来 你们说找到一个很屌的时候 我才 第二 有去看两次 对不对 忘记了 忘记了 董兄还很开心地拿 就是他进主卧 然后录影的画面给我看 有 你那时候知道 你有拿那个画面给我看 然后你看起来很 就是 你那时候还没进来 还没有 对 那时候扣快只是我们的 一般的前台人员 就来case by case打工 对 然后就看到就 不知道 就是有一种直觉 就觉得 就是他 就是他 这样子 虽然说到最后 这个直觉好像不太能相信 因为 之后我 本来要买房子的那次 也是这个直觉 但那次盲场没报啊 对 那次盲场没报 然后就觉得 好 就是这一间了 然后后来才决定 是光复那一间 就光复经验款那一间 那你们 在之前 有什么辛苦的事可以聊吗 辛苦的事 我自己印象最深刻 应该是 阿亮的生活的状况 应该是改变最多的 因为在渔泵的时候 是我应该是最穷的吧 对 我真的没办法打工 然后又只能领演出费 然后很常 因为要去渔泵 然后骑车 舍不得加油的钱 所以我会赌那个 我的油表也坏掉 没有钱修了 我就赌我现在的油 一定有办法撑到三里 太伤心了吧 这个人 很常赌错 我有一次就停在桥上 然后就牵车 牵到那个三里去 为什么要赌啊 因为你加进去 那这一趟没骑完 那不是下一趟还可以骑吗 可是 因为身上的钱 永远都是大概只有一两百 我就不想要 如果今天度过的话 我是不是赚到一百了呢 我记得那时候 好像有一个理论 就是一两百 你要把这一两百分配给吃饭 抽烟 加油 别抽烟了吧 然后跟那个 那个什么 缴电话费 缴电话费 也是一个比较难达到的一个目标 对 目标 我很常都是没有缴 然后到停掉 打不出去 别人也打不进来那种 才去缴 才去缴 就等人家已经找不到我了 我才 啊干好吧 吃好脚了 不能打工 是只有你不能打工哦 我跟阿亮都没办法打工 他不准我们打工 因为那时候就希望 他好像很希望 找到一些核心的演员 是专心的为愚蹦付出的 有任何case 或者有任何工作 我们都有一组可以顶替的 那也不好养活你们 对啊 真的 啊董轩怎么有钱吃饭 因为那时候就是靠 钱 那个吃饭钱 是靠我之前研究所的奖学金 之前也就是有奖学金的 然后房租就是靠我妈 就我妈我妈帮我付 对 然后吃饭的钱就是我自己扛 我那时候都是喝珍奶 果腹 对当一餐 喝珍奶然后抽烟 喂好 然后就已经坏掉了 OK了 可以上班了 而且我记得那时候还有更扯的是 你的那个机车 很常有罚单贴在上面 哦那个停车费啦 哦停车费 停车费 我都会变成没有缴 它本来是20块 后来变成300块 啊 每一笔都这样 继续不缴 后来哦 那个因为已经到一个树木了 然后我去那个监理站 监理站的那个阿姨跟我说 哎 怎么累积这么多 啊我跟你说啦 你就跟那个监理处的人说 你没有收到这些罚单 哦 就可以不用缴 哦 所以你后来一毛钱都没缴 后来一毛钱都没缴 好扯 帅 那些停车 那些停车费啦 那个违规的还是有缴 嗯 阿姨真好 哎 阿姨真好 哇 还是你那时候阿姨也吓到 金额真的太大了 我记得好像八万多块 对我记得那时候超可怕 八万多块 我还是有缴到一半 那为什么你会想说要去监理处 因为你就不然你就永远都不缴 因为那个好像已经有那种行政命令寄过来了 哦 你一定得去处理 对啊 要不要剁手剁脚 不是吧 国家会这样吗 哈哈哈 要出庭啦 所以你八万那时候后来真的缴 因为那个时候已经我的薪水 如果汇到户头的话 就会直接被扣走 哦 好扯哦 那时候还都是要跟人家说 哎 拜托给我现金 啊 不要进我的户头 哇 你这样很像那个破产的人 政府强制收你的钱 对啊 账户已经不安全了 不能放钱了 哇 好扯 所以八万块 实际上有缴到是多少钱 大概四万左右 哦 到四万块才决定要去监理战 然后才说 哦 其实可以 没收到 没有就是八万块 我就跟他好不好 不然去一下 看有没有办法分歧 嗯 然后他就哇 这怎么那么多 然后你就可以说 如果你有些没收到的话 哇 那阿姨是你的救命人 真的耶 救我半条命了 处理他 救命人 排个企划好了 去找阿姨 超级任务 你还记得他长什么样子 不记得 随便找个阿姨给他钱 哇 真的是很扯 那如果要你说 你有没有那种 穷到一个 一个极限 然后突然有人伸出援手 的这个人过 伸出援手 就突然间穷到一个 你 你真的是 已经快受不了 然后突然间有人 适时的给你一个援手 有这方面的故事吗 我现在只想要到 耿贤送我棉被的故事 但因为你不会主动 跟别人借钱 对啊 我比较不会主动 跟别人借钱 因为那时候你跟我借 我应该也会借你 因为他那时候 是最有钱的人 所以在工作 所以渔泵里面 我住家里 然后我有固定的薪水 他在海大工作 对对 然后又有演出费 演出费 那个根本没有 有跟没有一样 你应该主动给我钱 才对 我怎么知道 你穷成这个样子 那个时候啦 就是很穷很穷 然后恶魔 会请我们吃便当 那时候蛮开心的 对对对 他会把不要的衣服给你 还是不是你 不是我 不是我 那是Coco的老板吧 Coco的老板 好 好 其实也是我们真的苦过了这一段 会很知道他们现在面临的是什么样的情况 会觉得想要拉他们一把的那种感觉 会不希望他们太苦 对 那牧生有苦过吗 苦过也是有啦 就是自己在外面生活的时候 其实真的是 就是搬出去住的时候 钱就会很缺 你们家不是在台北吗 但是因为我家管很严 所以我很想脱离我家 所以我在板桥念书 我就会说骑摩托车去太远了 真的蛮远的 对啊 然后因为要骑个多小时啊 然后后来就他们就说那不然买车好了 买完车我就还是坚持 我就说因为我们因为我夜间部嘛 我排完戏就是下完课 我们还要排戏怎么排到两三点 然后才才可以住在外面 住在外面的话 他就是因为住在外面 他就有增加我的零用钱 一个月一万二 但是一个月一万二 其实你在外面 你又要付房租 又要吃东西 其实也是蛮不够 一万二有包含房租 有啊 是总共一万二 因为我们房租 我们也是合租 三个人合租 然后我好像是五千块吧 对 就是大家分摊 因为可能一层楼是一万五这样 对 然后那时候是因为 开销大是因为还开车 还有油钱 开车要油钱 然后同学又那时候喜欢冲浪 去乌石港什么干 都坐我的车 对 你会跟他们收油钱吗 不会 你的个性就是这样 你的个性不会收 可是其实就是心也很痛 对 但是因为你又不好 说回去再多拿钱 因为他就已经一个月 给你一万二 就是你自己要控管好 所以那一阵子 也有那个当卡弩过 因为你住外面 你要有床啊 你要有什么 我就先弄个卡出来 然后先买这些东西 然后就每个月 所以每个月都是缴最低 没有 我不会缴最低 我都还是会缴能缴的 但是就是也是蛮辛苦的 而且那时候 那时候我还 因为我女朋友 那时候的女朋友更是卡弩 他有时候卡费缴不出来 我还帮他缴 卡弩鸳鸯 那时候多卡弩 就是一张卡 假设额度只有十万块 然后刷完 就会刷完 就刷到完 那如果刷完了怎么办 就马上再掏出第二张 还好没有 就是就一张维持的那个 十万 进进出出进进出 然后补进去补进去 还是没有失去理智的 对 没有像哈姆那样 对 但我觉得我有一个很幸运的是 我们家大家族 所以过年的时候会存很多钱 到了那个时候还可以 那时候那时候已经大学了 还可以收红包 可以可以 大家族嘛 你们家到现在还在拿吗 到现在 呃只有我爸会给我 但我会包跟大包 就是一时一时 对 那是什么亲戚啊 那些就不会了 那你还包给什么表弟表妹 还表哥表妹 没有没有是下一代 就是我表姐表弟他们的儿子 女儿那些 所以过年 哇现在过年其实真的是压力也蛮大 喷钱的时候 大概要喷个五六万 可以像我们家 我们家就是说好 每一个小孩 我们就是给两百块 大家都说好 但是你很难断在你这一个 对啊 而且因为我们小时候 大家就习惯拿一千两千 一千两千 你很难说 哇忽然退回两百 你那个年代一两千很大包耶 很大 壮耶 等一下一两万 大家族 现在一两百不是超少的吗 你不应该那么叛逆的 为什么 搬出去住啊 可是因为不搬出去住就不自由啊 住在家里就被管 对啊 也不能带女生回家 应该这是主要原因 没有人会说 出来 你给我出来 对对对 还住在外面你妈也是这样 你给我出来 跑过来 然后你妈也跟他一起走 好啦没我的事了 掰了 而且那时候因为住外面开始养猫 养猫也蛮花钱 那时候阿里 阿包是那时候养 阿里 没有阿里而已 那么早一千 他说我大二的时候养 阿里不就超级老 超级老 十六七岁 哇十六七岁 哇已经 他现在都会乱尿尿 哇 高中生 露尿 阿里是高中生 看他 他很急哦 要去厕所 来不及了 他就 就尿 尿在沙发上 尿在地上 哇 而且阿里我们是有看过他年轻的时候 就是直男生一的时候 我们去牧生家排练 那时候阿里 包包吧 阿里跟包包都有 那时候都有了 然后阿里超嗨的 跑来跑去跑来跑去 然后去到别人家串门子 然后串完之后再回来 反而是包包都一直留在原位 当年年时期 对 那时候是八年前是不是 2016年的时候 对八年前 哪一个是男生 哪一个是女生 阿里男的 包包女的 可是阿里 那时候是怎么来 是领养 阿里是我那时候的女朋友的朋友生的 就是因为 人类生出猫咪 没有 朋友养的猫生 我不是养两只黑猫 然后都过世 我就很难过 然后我一直很想养猫 他在我生日的时候 他就送我阿里 哇 对 阿里阿 阿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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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阿里那时候收到的时候是几个月 大概也才三四个月 好可爱 好可爱 超级可爱 哇 那包包是怎么来的 包包是我大姐的大女儿 Melody 她出生的时候 然后她长有一点 两岁还是三岁的时候 就说她很想养猫 没有啦 一岁多而已 反正她就想养猫 然后我姐就发现 北楼站旁边的那个宠物医院 门口有在卖他们家的猫生的 我们就去买六千块 怎么可能 宠物医院那时候可以买喔 因为他们自己生的嘛 他等于说是用领养的方式 对 然后就养回来 然后因为那时候是 因为 Scar对猫过敏 所以不能养在他们家 所以就养在我家 所以包包姐不是你的猫 一开始不是我的 就是我姐要买给他女儿 然后结果他们家不能养 所以养在我这 那现在他女儿还会三不五十来 过来看包包 没有感情 都是我的 过季给你了 所以他会叫包包 也是因为那时候他不会讲话 可是他看到猫的时候 他就会说要抱抱 所以他在家想要看猫 他就会说抱抱抱抱 好可爱 怎么聊到这里 我刚突然想到 我其实没有过得很苦 是因为我那个时候 交一个女朋友 小白脸生活 我是小白脸时期 这个生活 小白脸时期的时候 那个全盛的时候 我身上所有的行头 都是他帮我买的 包含内裤啊袜子 他是很有钱的 他那个时候在百货公司 卖那个珠宝 他一个月的薪水 有曾经让我们的 那个主管不爽 对 他一个月有领到16万 哇塞 然后那个 那个鱼帮的主管 就16万 是你的主管 就是阿季啊 对啊 阿季啊 为什么不是 他的主管不爽啊 他的主管理得更多啊 所以我才觉得奇怪 阿季刚刚不爽 对啊 对啊 为什么不爽啊 因为他就觉得 才一个小女生而已 为什么办法理那么多 关你屁事 而且他如果这样子 把你带走怎么办 对对对 他那个时候 就对我那个 当时的女朋友 很忌妒 很忌妒 很叛逆 他们两个 有争夺你的脖子过吗 争夺我的脖子 就是 阿季叫你 不能被种草莓 然后你女朋友 就偏要种 对对 然后我就要种到那种嘀哩嘀哩的地方 很高领 还有一次是 庆功宴干嘛的 要去吃饭还是唱歌 但是我要去载我女朋友 然后阿季就 在大马路 指着我的脸 说 干你娘 这么严重 对对对 那时候也有点喝醉了 见不得你好 不知道 然后我后来还是 跑去跟他唱歌 然后跟他道歉 你跑去跟女朋友唱歌 没有 我就没有去载我女朋友 我就跑去唱歌 因为他们要续发唱歌 女朋友可以哦 就大吵一下 被勤了 对对对 就是被勤了 对 哇 那时候也是很精彩 然后我还记得有一次我跟你一起上直播 拉拉的节目 拉的节目 然后那时候直播嘛 然后就问我说 哎 有没有女朋友啊 然后就回说 哦 有啊 嗯 回来被狡猫 被狡猫 狡猫 连续狡猫 可能 我被叫到那个 他们自己的办公室 然后就他一个跟那个 当时候的那个 经纪人 对 狂狡猫 那种敬爱的 我都超不爽 我一直瞪他们两个 对 经纪人也在狡猫 也在狡猫 啊为什么你不能这样啊 你不专业啊 对 他觉得当时候的整个 整个气氛就是 对 艺人你就不应该讲 你有女朋友这件事 那时候我们超级不红的 对啊 谁会在乎我们有没有女朋友 对 对啊 哦 然后那时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 我有被狡猫过一件事情 就是 我每次在拉拉哥那节目 嗯 然后又讲到就是 自由发挥的阿达 那时候也来跟我们小合作一下 嗯 然后 那时候我在节目上 因为我们很小咖 超小咖 那时候我就讲 哦 有有有 那个自由发挥的达哥 就讲了达哥这样子 然后一回来 他说你为什么叫达哥 叫阿达 哦 他很喜欢 他很喜欢 哎 计较这些无所谓的 我想说 还好吧 而且你尊称人家达哥 你才 你就那么小咖 你人家就是那么红啊 那时候他还跟 李博威 那自由发挥 正当红 然后想说 我讲达哥 还好吧 就算不红也是前辈啊 对啊 怎么会因为尊重别人而被狡猫啊 对啊 然后那时候整个就是 就是错乱 然后到底想要我怎么样 然后我们变成每一次上节目 就那是我们第一次上节目 之后的每一个节目 不管广播节目 还是电视节目 每一次下来都会被狡猫 都会被狡猫 他是在用偶像艺人的 那个标准 他还不准我们被打头啊 干嘛的 对对对 就是不是把我们当搞笑艺人 而是把我们当成偶像 去经营 然后你下来 你会变成是很容易动辄得救 就是你说什么都不对 就是你说的每一件事 下来都会有被检讨的空间 那时候超级累 那时候每上一个节目 那时候印象最深刻 有一次要上那个大学生的美 大学生的美先给我们访纲之后 他先叫我们每个人回去想 想提 想那个故事 对 然后想故事 然后想段子 段子是固定的 所以就没什么好刁的 想故事完 回来之后 一个一个讲给他们听 就说如果桃子姐问你这一题的话 你怎么回答 然后就例如说 假如讲到我的故事 就说我的故事就是 不行不行 你这样再重头再讲一次 然后说刁故事 看你的上节目搞好说 你的故事根本就是用死记活背的方式 把那些故事全部背下来 而且也不真实了 对 然后你怎么可能讲的自然 而且那时候我们上节目的经验 少到可怜 怎么可能一上去就表现 跟一般的艺人一样好 然后那时候就 然后讲完之后 不是就没事 讲完之后 回来开始检讨 你刚刚到底犯了什么错 你刚才超级累的 天哪 就说你刚刚那边为什么卡池 你刚刚那边 为什么镜头那边 人家偏过去 你有没有看到人家红灯在亮 为什么没有偏向镜头那边 然后你那边 而且他每一个 那个笔记 全都不是那种 好声好气的跟你讲 就是狡猫的 先狡猫再说 对 然后狡猫到最后就是 到有一次 我记得我们是去 那个那时候的木耀寺超晚 才刚开始成立而已 木耀寺极大城之座 真的是极大城之座 就是你们手这样子 对 木耀寺超晚当初在成立的时候 他们是在玩那种直播节目 直播的游戏节目 然后我印象非常深刻就是 那时候直播开始的时间是7点半 那通常这种直播东西 你提早过去总是比较好 因为毕竟人家也是台歌 然后那时候还有大根 也有KID 那时候他们已经都是个咖了 就已经蛮大咖 然后就觉得 为什么不要提早过去 因为我们公司在内湖 麦卡贝的地方 在中永和 没有在中永和 对 然后路程也有一段 然后我想说 为什么不要提早过去 他们就是要等到 嘀哩嘀哩的那个时间 结果没有 我们去那边的时候 大概已经7点20分 其实也没有迟到 台歌超生气说 你们怎么那么晚来 我们没时间跟你们对说的东西了 是台歌来自开 然后就 怎么办 那时候阿静没有出来说什么吗 那时候他也没进来 他也没来 就是我们演员先到 因为那时候就觉得不行 一定要赶快去 为什么他不一起到 他就是喜欢最后再来的 他那时候 他不是跟我们同时出发的 对 他不是同时出发的 然后就 而且为什么我们有麦卡贝 那个机会 是因为 刚刚讲的前一个 我们去大学生的美 我们其实算表现还不错 台歌非常喜欢 台歌很喜欢日式搞笑 当天台歌是来宾 然后台歌就觉得 这个东西不错 而且他蛮喜欢日式搞笑 就把我们邀请到麦卡贝 来玩一个游戏 顺便让我们宣传 就一去 台歌就说 你们怎么那么晚来 虽然说他没有骄 但是他那个脸就一步让你觉得 干 犯大错了 结束了 然后就整个 惊在那边 然后 然后后面一来 他直接 我们准备七点半就要上 他只给我们 绕下一句狠话 对我跟阿亮 我说 等一下你们给我乱讲话 试试看 就是因为那句话 让我们两个人都 什么都不敢做 手铐表演吧 然后最重要是我们那个节目的气候环节 是玩即兴的游戏 玩即兴戏剧 对 即兴戏剧就是什么 好像大根是躺在床上 是一个 好像有看过 对对对 演一个快要过世的老阿爸 然后现在在分遗产 然后我们这几个是有人扮演律师 有人扮演兄弟 有人扮演医生 对 没有一个敢讲 我们已经害怕到只会跟打了 他们一扑上去 大根的说 我们才敢跟着扑上 然后重复他们的话 对啊 就扑上去 对对对 就要嘛宝哥 要嘛那个大根还是谁 然后恶魔 对 说出什么话 吐槽或什么 然后就每个人跟着 跟着讲 对对对 然后我有一个最被狡猾的一件事是 Kid那时候觉得我们好像玩不开 他想要玩得再开一点 他来当成狗狗 来咬我的脚 然后我就直接让他咬 完全不做任何的反应 然后还尴尬的笑 直播节目 就只上那一次啊 就只上那一次 那个节目片段现在早 所以我一定应该找得到 有啊 我们时不时会回去看一下 手铐表演法 很屌 那时候被咬了 我当然 下来一定是被狡猾 就说 为什么Kid那咬你 不错反应什么的 然后心里就说 干不是不能讲话吗 就是很会怕做错事啊 哇 那时候真的 他是一人毁灭者 对啊 伸头也是一刀 缩头也是一刀 对啊 做什么才对的 然后其实Kid咬得很痛 Kid咬得超级痛 因为你没有反应 因为他一定想说 为什么咬了还不我 没有反应 哇 那个真的是 哇 真的是我们 算我们的黑历史 现在讲起来是蛮好笑的 很有趣 很有趣 超级有趣 非常经典 对 应该现在 但那时候在上面一秒钟 都不想戴 就觉得好可怕 那时候真的是地狱 如果要我讲 我搞笑生涯 最地狱的几个时刻 应该 那一个应该排 带领的时刻 对应该排上前几名 而且他有一段时间 想要做Running Man 他自己是Running Man名 然后他就一直觉得 我很像金钟果 一直叫我去学习那个角色 可你节目都还没开始弄 就叫我一直去学习 然后就叫我把 全部的Running Man看完 然后我很不想看 我就随便挑了一集看 然后他隔天就问我说 你看怎么样 我就大概讲那几个内容 然后他就说 那其他几个 我说我只看那一集 然后就被狱包了 这个人到底有没有问题 就到最后你也没有做Running Man的节目 你那个牌子什么都没做出来 他有时候会觉得说 我们所有的回忆就是 你只要做一点不好的事 他都不会好好讲 就是直接把你狱包再说 后来就是衍生到 每次要干嘛干嘛的时候 都要先想好 等一下被狱了的时候 我要怎么跟他说 那时候印象最深刻是 每一场表演 这是每一场 每一次 鱼梦只要表演完之后 下来 一定会开检讨会 然后检讨会是怎么开 一组一组 讲你自己刚刚犯了什么错 自己讲自己 就例如说 搞笑究情 假如以直男生来讲 搞笑究情下来 就是检讨会 来第一段 搞笑究情 来你们说说看 你们犯了什么错 然后就我们 讲到最后已经觉得说 我们都要硬掰一些理由 例如说 我们的灵感要用在这个地方 我们的急信要在这里 每次让他们一个一个问的时候 前面的人都会把我们 我们要讲的讲掉 对啊 他都在讲别人 可是这样不会造成 你们在演出的时候 故意犯错吗 这样等一下才有东西可以讲 不不不 如果是真的故意犯 很严重的错 你下来不到检讨 直接先搞不好 就完蛋了 对对对 大家有称赞过吗 有 也是有称赞过 也是有称赞过 贵 对 但是称赞过我们就觉得 水 这个理由可以留到下一次 你有时候说 今天节奏不错 我有时候还会多做一件事 你今天节奏不错 我还会硬要讲一个 不过我们刚刚没有让笑 硬要检讨一个小点 不该被称赞了 就是搞之后 已经你一直在检讨事情 就在PUA你们 对啊 然后还有一次是拍制作的串场影片 然后就请人来拍 然后那时候他有请比较专业 就是导演跟导播 就有一个monitor 就导演在看的 然后那时候 就只有拍摄的人那时候在拍 然后其他没有在拍的人 就是在教室里玩啊 聊天啊 然后就被狡猫 说你们 别人在拍 你们说没有跟着一起 跟着一起看 或者是有没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地方 咱咱咱咱咱 然后那时候狡猫 然后大家就 十几个人就一起跟着monitor 走到一走去 然后一咔 我们就冲过去 然后那个导演就说 你们不要在这边碍事好不好 我要看monitor很麻烦 为什么要十几个一起看 怎么做都不会 而且在被狡猫之前是超欢乐的 这狡猫完之后都超安静 就那个monitor已经 外面看不到那个monitor在哪 全部人都把他围住 对 然后最惩的是 我们拍完那个 我跟阿亮 刚好有上一个 网路广告的那个拍摄 然后因为被狡猫完之后 整个人很紧张 隔几天就要去拍那个 我们以为拍摄现场 全播长那样 然后我们也是去到现场 一直跟着默奈 人家其他演员都在休息 对 我不用我不用 然后他说 你就先去演员的休息室 聊天休息这样 我们到最后才发现 因为我们当初做的是对的 对 因为就是没你的戏 你就不要在那边给人家干扰 因为还有其他专业的人在那边弄 就难道导戏要你导吗 不可能吗 是演员 镜头也没有我 我就看干嘛 对啊 所以他真的很不懂 就外行来带内行 完全是 然后还用狡猫的 对 而且那时候是那个新生宿舍10月 然后我们是我们加入了第三档戏而已 我们才第一年的第三档戏 然后他们罵我们素人 当然的吧 我们就是素人啊 对啊 然后有一场恶母跟大宝上的国光还是哪里 然后他们用 就是说不能用拖鞋打我的艺人 然后就跟他们吵架 然后他们就再也没上去过 跟国光的人吵架 对 原来他还会断你们的路 对对对 那他是哪来的呢 而且他那时候是进入三立的第一个国光 就是那时候我们才刚进去 那三立的应该要好好打好关系 然后国光那时候很大 然后最重要是那时候我们是 我们那时候还没进去 那就是有恶魔大宝小田 阿肯 然后是一组 然后那一那个集的节目的企划 刚好是搞笑艺人大对抗 其实就是段子的大对抗这样 然后那一集有什么三猪 逸祥 然后还有阿飞 其实都是当下大学生的美 或者风神无双最有名的人 然后其他人都可以被打头 然后也弄得很好笑 然后沈玉琳 玉琳哥也在那边讲解 也都很好笑 然后唯独到了余梦的时候 也不好笑 然后也不能打头 然后整段就是 然后那时候看底下的留言 全部都是一面倒 全部都在批评说 这是什么余梦 这到底是来创销的 对对对 然后那时候我们才正要进去 然后那时候还想说 我们进去是对的吗 说没关系 进去那个达康很好笑 就已经发现他们走了 对对对 达康就已经散人 然后你说他怎么来 他就是以前余梦 在一刚才成立的时候 一刚才成立确实在救卡米蒂 就是一群想讲漫才的人 聚集在一起 然后那时候好像是恶魔去 写 就登记当团长 然后那时候他们run一阵子之后 有一个人很常来看他们演出 然后后来才认识 原来他也是北义大的行政的主管 是林于邦吗 不是就是阿继 对就是阿继 原来那时候他在两厅院工作 对那时候北义大结束之后 跑去两厅院也是搞行销 所以就是对于于邦那些 以前的演员来说会觉得 哇好像来了一个 对很会行销剧场的那种 因为以前剧场一定又更 刚那个时候说我看到了一群 很有未来的孩子 我要把他们带到台湾的喜剧巅峰 他觉得漫才一定有办法在台湾 成长茁壮 确实那时候 于凤县真的到达另外一个高度 真的是全台湾第一个喜剧团体 真的 没有任何人可以打了一堂 然后他说票刀超 对对对 超票房真的超级好 对 所以算是有成功带起来一波 但是有成功带起来一波之后 因为达康就离开了 离开就换我们进去 其实换我们进去之后 虽然有维持在不错的情况 但就没有以前那么成功 就开始也很多喜剧团体 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 那时候就达哥康哥就成立达康达康 所以等于是我们进去渔邦的时候 刚好是达哥康哥成立达康的时候 对 所以这三年我们被狡暴的生活 我们都有跟达哥康哥分享 他们都没有遇到 完全没遇到 他们就分享他们那年跟闹犯的事情 因为那时候就是达哥康哥 不想要进入到电视台 他觉得我们就自己做得好好的 为什么要进入到电视台 然后给人家签约 然后给人家什么分股 什么股权被分掉 然后什么时候 然后那时候的电视台是一直承诺 一直画大饼 给渔邦说 如果你们来的话 帮你们做节目 对帮你们做节目 帮你们做一个全新的漫才节目 做一个喜剧的节目 帮你们弄弄弄弄的 然后给你们办公室什么 讲了超级多的大饼 然后进去一件都没有实现 而且办公室还要收钱 对办公室还要收钱 就是以为办公室 然后旁边有一个排练室 是给我们的 没有办公室要收月租金 然后那排练室也不是给我们的 是给那一层楼要用的 我知道那个小排 对对对对对 然后什么都没发生 然后我们就在里面待了三年 那就是租房子给你们而已啊 对啊 然后最重要是来拿我们的钱 因为他们有股份嘛 他们那时候股份 三历是占了六成 六十趴 渔邦是占了四十趴 六成 对 所以 决定权在别人手上 对啊对啊 决定权在别人手上 什么资源都没有 什么资源都没有 然后那时候说到什么节目 被骗 对啊 真的是被骗啊 然后后来 我们离开的时候 也是渔邦脱离三历的时候 对 好像是大概那个时期 然后渔邦脱离三历之后就是 开始就是那个恶魔 恶魔的国小同学来变成主理人 哦 那个伊娜 哦 他是国小同学哦 他是国小同学 不是那个什么小兰 后来变老婆 哦 啊对啦 小兰还在国小同学啦 对 小兰啦 伊娜是哪来的啊 是中国人不是吗 不是她不是中国人 她是她从中国来 她有在中国演过戏的样子吧 哦 对 有什么莎士比亚 什么戏剧博士什么的 那 一开也小兰 对 反正后面这段时期 其实我跟同学离开 但是已经听 阿亮跟蔡冠已经说完 对 其实不雅于 阿记时期 其实 下次真的找一集来 来让他们分享 这个真的也是精彩 有很多很扯的 应该说渔邦分成很扯的三阶段 对 达康是一个阶段 但那个其实都是小打小闹而已 然后我们是主要的 对 也不是主要 就是我们开始主要的事件 对 对 然后蔡冠那个是最后的爆发高潮 对 让整个渔邦挂掉的 我讲一个我的口头禅 这些真的都可以讲吗 可以啊 因为我们没有在撒谎啊 嗯 我们没有在撒谎 分享 对啊 而且 而且其实坦白讲 以前的人 现在也都活得很好 对啊 对啊 有些人可能不在这个行业 他在其他行业也活得很好 那你们后来还有遇过那个阿记吗 都没有 因为我们 因为我们 离开之后还有在联系 因为当初是我们跟阿记一起离开的 然后 到后来直男生我找他 进来之后 他是阿记的叛徒啊 嗯 阿亮是阿记的叛徒 对 因为那个时候 是你把他逼走的 呃 到底是谁对谁错 谁对谁错 哎 然后阿记一直以为我是阿记派的 所以你是阿记的小助理 不是 那是燕征 哦 对对对 还有一个行政 就是有点像云轩的那个角色 嗯 对对对 然后一刚开始 阿记 以为我跟耿贤 跟阿亮 跟大宝 都是阿记派 云轩 都是阿记派 然后于是他就把这些名单列上去 给三立的高层 来一个一个问 来看是 到底是我的错 还是恶魔的错 就没有 里面有两个 同爱的 哈哈哈哈 而且是他觉得 对我们最好的两个人 对对对对 就是我跟 我跟耿贤是 明明确确就是 站在阿记那边 就觉得 应该不是说 站在阿记那边 是我们也想离开了 嗯 对 然后我们就想 啊干 弄成这样 我真的很想要回到 自己的产业工作 我不想要再带下去了 所以就我跟他 就决定要离开 然后 阿亮 然后大宝 宝哥是 有点 没有战 没有战变 对对两边都好 然后阿亮是 开始就是有 有把一些事情 给阐述出来 然后最扯的是 云轩那角色 直接是大捅一刀 然后整个站到恶魔那边 所以他就整个就 他就整个 真的是被捅了 然后就 而且他也知道 他被捅 对 他现场听到 不是现场听到 就是三立的主管 就直接问说 人家就是 对啊 就说你也有错 不是你说的片片之词那样 哇 整个大爆发 然后那时候 阿姬就属于那种 干好 那就不要玩了 我就不要玩了 他就真的要散人 他这个人就是玩 很情绪化的 一直在都很情绪化 对啊 他以前有一次就是 很生气的说 我怎么会有谦虚化 哈哈哈哈 刚刚你在讲这句话 就是情绪化 真有趣 好精彩 不知道他现在在干嘛 应该回去接家业 因为他们家蛮有钱 家业蛮有钱 对 而且他最讨厌人家说 他是富二代 他之所以为什么要出来做渔梦 去做那个飞一档 对 是为了要证明之前 他没有要赚钱 他就是为了要证明说 我不是靠那个家里的资源 我也可以干到一定的程度 对对对 我有钱坐进程车 但是我的员工的志愿 载我回去 就董轩啊 对对 那时候我载他回去 对对对 我载他从内湖到 三创那个地方 你知道多远吗 内湖到三创 然后最重要是我家住内湖 每天都在车翻跑 对啊 所以其实你是真的 被他的淫威给控制 就是你不是属于会 他那么凶 你会想要反抗 你反而是站在他那边的人 因为我这个人从小到大个性 我都不是属于反抗型 我都会属于顺水推舟型 我也是啊 你们太顺了吧 对啊 你还主动载他 对啊 我就觉得 没有 因为我就觉得一定要收服他 因为如果跟他反抗只是 你也在里面不快乐 对 然后没好处 然后倒入就是 视食物者为俊杰 就是好好跟他好 那什么好的资源 当然我也都会得到 因为那时候 阿姬最疼最疼的是过敏原忍 就是西椎跟阿亮 最疼最疼的 然后那时候我其实 然后最最讨厌是我们两个 因为我会反抗他 对 然后我们两个那时候 一刚才进去 没出过社会 一副拽拽的样子 那时候 他刚刚说的 我们进去第三档戏 我们曾经在演出前几天 突然间被叫进办公室 然后阿姬对着我们两个说 你们两个是不是 想要踩着余梦的头前进 你们两个是不是 想要自己红了 就不管了 就是他以为我们两个的目的是属于 鱼蹦只是我们踏脚石 我们想要自己红 我们没有要管其他人 可是我想说 你是哪来的 错误认知会这样 然后那时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 还狡到我们的爸妈 那时候还说什么 因为你们家 就是过太爽了 所以才会导致你们个性这么扭曲 那是他在讲他自己 对 我就看你比怀骨有钱 还扭曲 然后他就说什么 你看过敏原人他们家境就不太好 所以你看他们都非常的珍惜 这每一次的舞台 你看你们都不珍惜 然后狡猾 然后那时候 那个梗行应该还有印象 就是狡猾完那一次之后 我回去我们两个就通电话 我讲了几个小时 然后就跟他讲说 我下定了一个决心 就是接下来我会做的角色 我会去拍他马屁 然后完完全全的 让把他的专注度 把他的关心全部抓过来我们这边 然后我就跟他说 交给你了 因为我就觉得梗咸会写段子 他在渔梦一定是有地位在 只是他的个性他没办法做 就是鞠躬哈腰 然后拍马屁 或者是拌弄这种东西 然后想好那这部分我来做 然后就从那次开始我就开始栽它回去 然后就真的有用 他就有那么狡猎 对就真的有用 像是女朋友一样 对对对那时候我就是把他真的当女朋友 好险我长得不帅 所以他对我没什么太大意思 但是他就觉得我是一个肯为团着想 因为我就觉得他就是一个很看表面的人 就是他的所谓的对团着想 就是很表面 就是对他好 听他话 我想好那你要做这件事 那我就这样做 对啊 你好猛 你可以把自己完全置身于其他地方 那时候我整个人变成一个目标导向的人 我还有跟他讲说 如果我这样做还没办法 我们待完一年我们就散任 然后确实做完之后 半年后确实有开始慢慢扭转 然后扭转过来之后 我也想要几进渔梦里面担任权力核心 因为这样子才能最知道团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于是我就这样慢慢走走走 然后刚好阿亮那时候也没工作 所以就我跟阿亮一起走进权力核心 就是以后阿姬就只对我阿亮恶魔跟大宝 才发现权力核心原来这么腐败 对 那时候就是恶魔才发现 他真的是属于不太会做事的那种类型 他真的是完全没在做事 就事情几乎都是阿姬他们在做 对 然后我们那时候才新奇 就是说好 那你既然不想要做事 那我们就取代你 我们要学会所有东西 对 然后才开始进去 进去之后后期被矫的阶段 那个又是另外一个时期 就是已经最末端 我们开始又上节目 又开始进到下一个阶段 然后我们的实力跟不上的时候 被矫 也已经没在他了 有 还是有在他 还是有在他 对 所以他那时候矫完之后 我在他的时候 他就会说 你这不应该这样 就是他表面上来矫 可是私底下还是会跟你说 你到底哪里做的不对 对 的那个时期 都是因为你在他的时候 讲得太开心 换我在他的时候 他就说你怎么都不像董轩一样跟我 哈哈哈哈 然后你就会骑得特别快 我就只差坏了 对对对 想赶紧脱离他 一刚开始在他的时候 也是狂被他矫 就是 骑得慢 他觉得你为什么骑那么慢 骑得快 然后他说你为什么要骑那么快 就他也是有一度重时期 对对对 他其实真的 他已经不是什么顺着毛摸的问题 他就是 你就是要面面俱到 他很会矫 很厉害的 对 他真的 心去就是狡人 对 那他很老吗 他是我们刚进去的时候 他35岁 我记得 就是我们现在的年纪 好像我记得大我们一轮12岁 对 然后他会偏敏感 就是 皮肤吗 不是 就是他对有些词会偏敏感 你不是有一个故事吗 那经纪人的故事 吸血鬼故事 吸血鬼不是讲过好多次 有讲过 对对对 吸血鬼故事 画夹子一开都停不下来了 真的 但是下一个时期的渔梦 就比我们更猛 这 随便贡献一个故事都超猛 之后再找菜冠来了 太期待了 反正先跟大家讲结尾 结尾就是 乔舍夫离开渔梦解散 而且乔舍夫离开渔梦解散的 这一个时期 我们有间接的参与到 对 那个时候 乔舍夫还有来我们这边求助一下 对对对 他还有在我们工作室拍过片 对 对 那这个故事就等菜冠来在 对在一并来分享 非常有趣 对 是不同面向的 对 对 会觉得 好险有我们 应该说在那个环境里面 我们还能保有搞笑的热情 真的不简单 厉害 对 就竟然还能够 没钱 高压 然后时间 我记得有一次印象非常深刻 就是有一次好像在排练吧 明明表定时间是到7点 于是我就跟 那时候跟callcall跟悠悠很好 所以就还是会约去看电影 然后我记得好像是约8点看电影 我记得这件事 然后其实表定就到7点 也跟我们call到7点 然后7点快要到的时候 阿姬就突然间很生气的 就是说为什么每个人都要走了 排练都排好了吗 最害怕的就是要从公司离开的时候 有没有办法安全离开 对对对对对 因为那表定根本就不是真的表定 有时候还要 没事的时候坐在那边说 好像还不能走 还不能走 但是你也没事可以坐 对对对 就是很那种上班族的那种时期 对啊 很色畜的时期 那时候 我们现在好快乐 那时候我出国的时候 还不敢跟他说我出国 会不会说过太爽了 然后我就抓一个时间 就是我这个时候出去 这个时候回来是OK的 然后我遇到台风 傻眼 那时候应该操作了 对我想说 干台风完蛋了 明天要排练 然后我只好在最后一刻 确定班机取消之后说 抱歉其实我在国外 可怕 真的早可怕 台风天海要排练了 没有没有 应该不是会影响到 台湾本岛的台风 它回不来 就是延误飞机的台风 是不是泰国啊 泰国泰国 然后那一次 你就是买二郎神的衣服啊 对好像是那一次 我跟杨妹一起去的 对对对 然后超丑 然后有一次是 那个渝泵小学校吗 反正就是写段子 那时候大家进度特别慢 然后他就叫大家留下来写 但那时候我要 赶课运回基隆 所以我把我的部分写完了 我就要在12点前 赶课运回基隆 他说你不能走 所有人写完 大家才能走 所以他等于是被迫 黑的大家 对留下来 然后留到 我记得 半夜三四点 两三点三四点 我就做健身回去 而且明明我自己的部分都写完了 我写的还比别人多 对 然后最后我写的那个段 短剧还不是我演 对 而且被他们演烂了 那时候就超级不爽 嗯 他就是会有这种不爽 然后我就会去跟 阿姬好好的讲啊 然后看有没有办法 暗度成仓的 对啊 收 我那时候学会很多 收的技巧 好强哦 你这猛 真的假的 其实我觉得有时候也是以前 这样的主管 让我们会有借进说 我们千万不能走向这一条 对 而且我觉得也因为这样 我们才有革命情感 才有一出来 我们才决定要 这个话题一直到现在 都还是 每次只要茶余饭后 喝了一点酒 我就会开始聊这个话 那个就是我们当兵的话题 对啊 对真的 对对对 有牵扯到都可以聊得好开心 对 所以我们也会跟 以前待过渔泵 或现在待过 对 渔泵 渔泵 渔泵的人聊得非常开心 就是我们跟打康跟菜冠 都没有同时期待在渔泵过 可是我们就可以 共同聊这个话题 对 很有共鸣 好 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聊聊 面白成立以前的生活啊 那今天的大学弟题目就是 主管做了什么事情 让你决定捅他一刀 物理上的捅他一刀 来阿亮 主管做了什么事情 让你决定捅他一刀 他好像想要捅我一刀 签发制人 来董萱 主管做了什么事情 让你决定捅他一刀 他有一张纸条 贴在他背后写捅我一刀 什么样的主管 来耿贤 主管做了什么事情 让你决定捅他一刀 他妈我干你娘的时候 我妈在旁边 来阿亮 主管做了什么事情 让你决定捅他一刀 他穿的衣服 很像是那个刀 翘的样子 那要收刀而已 然后放进去 来沐生 主管做了什么事情 让你决定捅他一刀 在我切水果的时候 吓我一跳 哇 不敢乱象 他也很闲 主管做了什么事情 让你决定捅他一刀 他发现女朋友 中我草莓 他就要中回两倍的量 你在说我吗 来董萱 主管做了什么事情 让你决定捅他一刀 他cosplay成那个 危机一发的海盗筒 真的要捅他一刀 不只是刀了吧 来沐生 主管做了什么事情 让你决定捅他一刀 他key挡的时候 一直叫我捅他 好 今天的节目就录到这边 喜欢这集的朋友 可以到Apple Podcast 给我们留个五星好评 喜欢喜欢 想听面白聊什么主题 也都欢迎留言给我们 那就谢谢大家 我们是 面白大将军 communice iq ya Q i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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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q